哈囉 大家好 我是Suri 我現在在台南孔藥 然後呢 我今天要做一些 妳怎麼在這裡 哈囉 我是小Q學姐 我是愛嫁愛醉樓的小Q學姐 今天要來當Suri的跟屁童 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一系列老房子 然後接美食 然後也歡迎小Q一起來跟我做評比 我們除了說呢 找了一些就是網美 他們所介紹的那個老房子的美食 那但是我想說巷弄之間呢 一定也有一些老房子 它有老房子的靈魂 然後注入了年輕人的熱血 因為我覺得說年輕人 他們會找老房子來做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我希望說等一下呢 會呈現很多的驚喜 那我們也會真實的報導說 什麼是好吃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要一起走吧 走 我們今天來到那個城隍廟 靠近城隍廟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東市場的這個小巷弄 叫武德街 然後我們今天造訪的這一家 Corner Square呢 它也是一個老房子 我覺得我就背了它這個房子 然後你看它是一面紅磚 然後大片窗 然後裡面有一片很棒的那個 那個都是酒 因為它晚上是個餐酒館 然後早上是早午餐 那它的二樓 因為現在還沒有開放 所以沒有辦法上去 但我覺得它的二樓 從這樣看也蠻吸引人的 如果它哪天開放呢 我們也可以一起來造訪這樣子 你們點的這兩份餐 也非常好吃 因為它用全景家的那個麵包去做的 然後很棒 我今天點的是松露公園 對 我們知道這種擺盤看起來就是 美味 對 還沒吃 眼睛先享受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就非常棒 對 然後我剛剛其實有走進去 就是裡面有去想一下它的化妝間 可是感覺就是很溫馨很舒服 它該想到的就是說我們平常需要的 它在裡面都有準備好了 而且我覺得它保留了就是這個房子 老屋的特色 它的上面的那個屋樑 全部都是石木 原石木 去把它柱子 然後都完全 然後呢就是斑駁的那個磚塊 我非常喜歡老建築 我覺得整個這樣搭配很漂亮 然後它裡面我剛剛開場有講 它是因為它晚上是一個餐酒館 餐酒館 所以它一面牆全部都是酒 我覺得我剛剛跟若蘭講說 如果說它這個 若蘭點這份那個炸雞腿 它的雞腿肉如果有醃製過的話 就非常棒 那它用的是前犬家的吐司 那前犬家除了它們最有名的就是雙麒麟 還有義式冰淇淋之外呢 再來就是它們有做麵包 我吃過它們的麵包 我覺得也非常的OK 然後我覺得整個擺盤就是乾乾淨淨的 那這一餐的熱量也是我們女孩子所需要的 你看蛋白質又有澱粉 我覺得都顧慮到了 所以非常好 很健康 很好吃 它用了兩種起司 兩種起司去組合的這個麵包 那再加上一些我覺得就是一些意式香料吧 好吃 好特別喔 種了好多這個叫鹿角爵 鹿角爵 這個現在很流行 對啊 因為它不是有那種口味這樣 600的外賣出 沒錯 跟鹿角爵 我們無意之中在巷弄之間 發現了這一家叫豆磷五茶時光 豆磷五茶時光 那因為 對香味 因為我本身很愛吃那個可麗露 然後也很喜歡吃打克瓦茲 所以被它的香味給吸引進來了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做甜點 我覺得它的甜點的那種香 是真的是品質還不錯的香 所以我們就進來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享用它的 達克瓦茲可麗露還有法式鹹派 我覺得它真的它那個鐵觀音真的是很棒 然後這個達克瓦茲呢 它真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真的是用了真材實料 那個奶香是很濃郁的奶香 不是那種假假的奶香 然後它這個法式鹹派超厲害 它那個派皮也是自己做 就是真的是層層堆疊的酥皮 而不是像外面買的現成就像硬硬的一個 真的我覺得派皮讚 我剛剛是看到路角爵 因為我知道路角爵不好照顧 然後可以把路角爵照顧好的人 一定是一個心思細密的人 這樣的人來做甜點 我覺得肯定有它特別之處 所以這是我吸引我 我覺得我想要進來的一個點 或許你有機會來談談逛逛 然後感覺該歇歇腳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在這裡真的是吃吃東西 然後整理一下發發現動 發發照片 因為我覺得不錯 不錯 真的 一定要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哇 又一家布丁耶 山水屋布丁耶 城隍街67號 而且這樣包多短 意外的發現搞不好那個布丁也很好吃耶 哇 漂亮喔 要不要試 要不要試 快一點 快一點 昨天呢我們是到了孔廟 去探訪一些老屋的名店 然後我們今天又來到了 中西區的這個保安路 海安路 我覺得說它也有一些私人的 我認為我個人認為喔 不是那個網路的 是我們自己隨便尋找的一些的名單 那希望呢能找到一些很驚豔的一些美食 然後請各位看官跟著我一起來探訪吧 走 我很期待喔 我很期待 昨天有很多就是不小心遇到的 對 希望今天有很多也是意外的驚喜 對 希望OK 好走 走 走 大家還有記得我們開箱那個就是布丁的盲廁 其中呢有一個布丁呢就是這家吃麵把的布丁 那我們為了要來探討一下 我們來學吃 對 學吃 它的它其實是一家麵店 叫吃麵把 它的麵真的是好吃 所以呢我們今天來造訪這一家吃麵把 那我們今天點的呢就是那個手絲烤雞醋拌麵 還有一個炙燒牛舌松木醬拌麵 然後我們點了它三個小菜 就是一個是綜合菇的小菜 還有一個豬頭皮 還有一個那個雲耳醋 雲耳醋 我覺得它的麵就是那種Q彈的麵也是我喜歡的 那小Q呢 我覺得那個牛舌炙燒就是那個高級感 非常高級感 那我個人比較偏愛就是那個 手絲 手絲 手絲器的豬肉拌麵 那個我比較喜歡 那就是個人喜好 對 個人喜好 那就是你喜歡高級感 就要推薦你就是炙燒牛舌 是 然後大推就是那個我們後來家店的 黑橄欖餅餅 對 真的好吃 很值得來品嘗一下 雖然說這不是老屋喔 然後但是呢我覺得這家麵 值得排隊來吃吃看 是 它叫吃麵吧 我們吃完了吃麵吧 我們現在要來台南一定要來朝聖的神農街 那這邊也是很多的老屋跟店 它出了一些老房子喔 我覺得真的都每一家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色 然後它出賣一些古著的東西喔 然後你看每一家都會掛一些各式各樣不同的燈籠 所以就是那個氛圍呢就是一個老字 每一個燈籠呢我想都是這個店家自己很 他們自己的個人的特色這樣子 滿有意思的 最後小Q我帶你去一個祕境 走吧 OK 來 哈囉小Q我剛剛說要帶你來個祕境 我們現在到了 是 這個呢就是最有名的國華街 這不用我介紹嗎 後面就是金昇德的春捲啦 富盛號 然後還有阿松掛包 這個都已經是觀光客的 我現在呢要帶你到這個有樂市場的二樓 我要讓你帶你去採祕境 好 好OK Let's go 走 這是我要帶你來的祕境 你 沒想到下面我走過 但是這邊上面我真心還沒有來過耶 真的 這個是紅茶咖啡 這個好像也是我們那個年代有沒有這樣 對的 以前沒有冰箱 對你有冰箱 然後用這樣子 不用擦電的 不用擦電 嗯哼 哇還有一個杏仁茶 杏仁茶 好喝耶 這真的是古早的杏仁茶 然後不甜 那這個跟自己打得很像 然後也還蠻濃郁的 記得喔 這是在永樂市場的二樓 真的可以尋寶 如果來台南 不一定都一定要逛國華街 我也累了上來做做 休息一下 也許你們可以發現很多不一樣的秘境 我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Suri啊 就是帶我來採的秘境 我真的覺得超棒 有好多驚喜喔 對 真的 我也是就是第一次來喔 因為我已經久了很久了 我一上來我也蠻驚艷的 那因為這個給我滿滿的回憶 我小時候要上課的時候 媽媽一定都帶我們到中華商場 先去吃鍋貼啊酸辣湯 一樓的點心世界的鍋貼 對 鍋貼酸辣湯 然後呢就吃它的蒸餃啊 什麼什麼的這樣 還有豆花 所以就是說今天到這邊 好像我又跳回了小時候的那個回憶 那我覺得說這邊呢 雖然是一些老建築很破舊 但是我覺得說現在的年輕人 也慢慢注意到這個地方 然後也慢慢願意回鄉 然後來這邊呢 就是說發揮他們的長才 然後在這邊呢 注入一種新的一個生命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事情 注入心血 對 然後讓老靈魂給活起來的感覺 對 沒錯沒錯 很值得來 記得上來看看 上二樓看看 最後呢我要帶你們呢 帶小Q去看看 另外一個秘境 你看就知道什麼地方 好 走 小Q 你對這兩天安排的行程 你有沒有什麼 滿意或是不滿意的 或是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印象特別的 超滿意 對 太棒了 太棒了 因為我以前啊 來就是都會是跟著大家 那個什麼網美推薦的 一些口袋印象 對 但是這次來就是 很多驚喜 這樣子齁 對 很感受到就是那種台南的 台南的慢活 古都慢活的 沒錯沒錯 對 然後昨天的那個就是 不經意發現的那個 甜點店 對 我就覺得 那東西真好 就覺得台南 其實是很值得 選擇一個地方 然後慢慢的去逛 慢慢的去看 然後慢慢的去感受 在地的 無論是古建築 或者現在被新注入的 一些新雪的新花樣 我真的都覺得還蠻值得 對 來走走看看的 對 這真的是我覺得這一次 最大的收穫 那有沒有覺得說 有一些就是 踩到地雷的 還好耶 我是真的覺得還好耶 其實我就應該這麼說啦 保持愉快的心情 其實你去哪裡玩 都是好的 對就是會覺得 或許有些不是那麼合你胃口 對 但我覺得都還不至於到 到地雷的部分啦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還蠻多 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地 所以啊 如果觀眾朋友們 你也有你的口袋名單 不是一般大家知道的 也很希望你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希望我們在踩什麼點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對 拜託喔 你們要說我才能來當跟屁酬 我才可以再來 我也會好好的再去採一些 收集一些秘境 不要是一些觀光客去的地方 對 那歡迎你們也留言告訴我 那這一集看看 最喜歡的哪一個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很高興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對 那記得喔 要為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拜拜